嗨 大家好 我是Jasmine 今天呢 要拍一個最愛影片 算是年度最愛吧 因為我也很久沒有拍最愛 然後我今天要介紹的東西也是 我已經用了很久很久 短折好幾個月 長折已經達一兩年這種 在進入正題之前呢 我想要先講一下我身上的這個衣服 因為我朋友剛從台灣飛到上海 然後就終於把我的那個MIRQ帶來 就是我之前大蠻大蜜大蠻大力 聯名的時候買了一件毛線衣 然後它是短板的 雖然現在其實穿不到 因為今天上海突然奏獎 就這兩天瞬間變零度 但我可以在家穿著拍片 然後這顏色超好看 是有點煙燻紫的那種感覺 那這次呢大多的東西都還是彩妝跟保養局多 然後有一個相分類的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正題 其實我原本想要把這兩個filter掉 因為他們已經很紅 我之前也都拍過影片介紹 但是我真的覺得他們很好用 這兩個應該是我會一直交替著使用的 因為我覺得保養品即便它在你臉上很有效果 但是如果你一年365天都不換 就是只用那樣的話 肌膚還是會對它產生疲勞 所以那個效果就會打折 所以我覺得你如果找到適合你的保養品 然後交替著用的話 其實效果就會一直都還不錯 那這兩個就是我目前覺得對我皮膚 在我幾乎上呈現出的效果超級好 對 那這個就 我就不多講囉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青春露跟小黑瓶系列 小黑瓶我覺得小黑瓶跟小黑安瓶要搭配著用 對 因為小黑瓶很有用 可是小黑瓶比較貴嘛 我是早上用小黑瓶 然後晚上用小黑瓶 但其實這瓶已經空了 小黑瓶也空了 我要等著去機場補貨 這兩個都是會讓我肌膚變得很涼 對 那保濕效果的話 小黑瓶系列會更好一點 所以你們參考一下 那我會再把我之前拍過的影片放在下面 如果你們有興趣了解更多細節的話 你們再去點 再來呢 是加藍妮兒的兩樣東西 如果有長期在關注我的話 就會知道我常常在instagram分享他們家的東西 算是我覺得很值得推薦的一個品牌 我之前也介紹過他們是台灣品牌 然後他們用的成分都是很安心很好的 就是孕婦敏感肌 然後剛做完手術的人都可以用的 那我今天要推薦兩個東西 一個是卸妝膏 一個是抗痘精華吧 反正呢 這個卸妝膏我已經推薦過N次 如果你有在追我的instagram的話 就會看到我不斷不斷不斷的用完 然後這個也是空瓶其實 那我這個已經是第五還第六個空瓶 然後我現在浴室裡面還有正在服役中的 然後我的盒子裡面還有一個庫存 那這個卸妝膏它卸妝力還蠻強 就是說你不管你是有像睫毛膏啊 唇膏什麼任何難卸的東西 它都可以一次就把它卸得很到位 當然如果你那種染唇膏是真的很很很很強的話 建議還是要稍微敷一下 用卸妝膏卸妝有的最切記的就是 你沒有乳化完全就把它沖掉 這樣它就會堵塞在你的毛孔裡面 那我剛剛講它卸妝力很強 但其實它卸完之後 還是會讓你的臉覺得蠻膨潤蠻舒服的 不會是那種很緊繃很乾色 像有些洗面乳它可能 你洗完之後會覺得整個臉很乾 需要馬上馬上擦什麼乳液之類的 這個不會你洗完還是會覺得臉Q彈Q彈的 它是柑橘味道的 所以我覺得普遍大眾的女生都會喜歡 就是一個很舒服 讓你覺得卸妝的這個過程就是 你知道一天的ending是一個很放鬆很relax的一個味道 所以如果你沒有用過卸妝膏的人 我真的很推薦你們用用看 像我一用就回不去了 我從去年年初第一次用Banilla Coe卸妝膏到現在 我就一直是慣用卸妝膏 下一個呢是這個抗痘精華 它其實不叫抗痘精華 那它主要的功效就是來抗痘痘 那我用的方法就是當你們感覺 就你每時候摸到一些肌膚 覺得有點脹痛 就是快要長痘痘 還沒有真的長出來那時候是最有效的 我就會呢拿這個然後直接 噴在那個不噴 就是擠在那叫什麼 卸妝棉化妝棉上面 然後把它敷在痘痘上面 敷個五分鐘三五分鐘 就會很有效 但是那如果你痘痘已經冒出來了 它就比較沒有那麼有效果 但是它是在前期就你感覺到痘痘要長的時候 趕快敷超有用 就連敷個兩三天 對所以這樣就是推薦給你們 下單眼加其實好用的東西很多 那我覺得因為年度最愛 畢竟是一個還蠻大的一個 蠻慎重的一個title 所以我思考一下覺得他們兩個 是有符合這個名稱名號的 那這個西方膏就是無庸置疑 我已經用了一年多了真的很好用 超好的 那這個是我覺得它在前期抗痘 跟痘痘抗戰的前期過程中呢 是真的扮演一個很大很大的工程 品牧宣言的那個抗痘的那個面膜 我覺得也很好用 那那個就是比較適合痘痘已經長出來了 那你就我會厚敷在痘痘上面 然後讓它快速的消下去 那這個比較屬於前期急救 再來呢我要推薦你們兩支口紅 一個是開架一個是專櫃的 那開架的話是這個 HIMI的 我之前 喔你們看這個包裝已經被我用了這麼的爛 這其實我是前陣子被燒到 然後回台灣就狂買了一波 因為我覺得首先它包裝非常美 就以一個開架的品牌來說 你可以做到這樣的包裝質感 然後最棒的是它的開關是這樣 按壓的 就開架一般很難做到這個程度 為什麼上面濕濕的啊 喔因為我昨天包包裡放傘濕掉了 裡面長這樣 就也很美 你們覺得嗎 這樣才兩三百塊耶 然後我今天要推薦的是六號色 你們只要近一兩個月看到我instagram發的照片 或是我的限時動態 基本上就是差六號色 那它的質地呢是屬於比較奶油 比較creamy那種 就不是亮面也不是霧面的 重點是呢很滋潤很服貼不會有起皮的問題 因為我個人就是非常無法接受會起皮的唇膏 那我現在底色有一點其他顏色 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是比較偏中調一點的那種裸色 但因為我現在底色有一個紅色 所以看起來會再更紅一點 我會再把我平常擦的照片也放在這 你們可以看一下平常如果單擦顏色 我覺得超好看 而且超級多人在instagram問我這支唇膏 我其實已經在直播偷偷透露過了 你們看我用的程度喔 不誇張 紅的是04 然後這個裸的是06 其實紅的我也很喜歡 只是因為我前一陣 就在擦這支的前一陣子很常很常擦類似的紅色 所以一拿到這個就覺得很有新鮮感 然後就一直狂擦 下一個是Jojo Armani的唇膏 這一個呢 是我覺得今年買的最值得的專櫃唇膏 真的 其實不是我買的耶 是我朋友送我的 反正就是我覺得今年的專櫃唇膏裡面 我最最喜歡它 首先 因為我是個包裝控 因為我覺得 你就是開架 如果它的包裝好 是一個加分 但是專櫃我覺得包裝一定要符合你的菜 因為你都要花這麼多錢去買唇膏的話 那它包裝一定要好看 對 好 所以這個包裝就是我很喜歡很喜歡 整個很簡單俐落 有氣勢 然後就很小的一隻攜帶很方便 然後一拿出來擦就很有氣勢的感覺 然後這個顏色呢 是一個爛番茄色201號 這就是我剛剛說跟這個04號很像的 就是在 開始狂擦06號之前呢 我就是狂擦這個201號 然後它就是我剛剛卸掉唇膏前面擦的那個顏色 你們可以往影片稍微往前拉一下 看一下它的顏色 然後我也是在手上給你們看 然後這個唇膏好是好在它超級滋潤 滋潤的程度可以媲美護唇膏 但是它顏色又還蠻飽和 你看我前面擦的那個顏色 啊算了我把它擦回來好了 你看一擦就超滑順 對 就這樣 超好看的顏色 而且它可以薄擦也可以濃擦 像我現在算是顏色比較飽和一點 那如果像夏天我不一定會擦這麼紅 可能薄薄擦一層然後把它抿開 這樣就會變得很自然很自然 像你本身的唇色那樣子 它的質地我剛剛講非常滋潤 但你們知道並不是所有滋潤的唇膏都很好用 因為有些滋潤唇膏你只要多擦幾層 或是你帶出門補妝 它都會讓你的嘴巴開始起皮 就是 真的就是會起那種很噁心的皮 那只要會起皮的唇膏 對我來說就是不好用 因為我超級愛補唇膏 對 動動就要擦一下這樣子 那這一次呢就是不論你有沒有做什麼嘴巴去角質 像我自己是基本上不做嘴唇的去角質的 都不會有問題 它就是不會起皮 就滋潤到爆 超好用 再來呢就是Pony Effect的氣墊粉餅 這個氣墊粉餅呢 真的超好用 我今天這一集可能每個都會這樣子講 因為 就每個都超好用才會放到最愛裡面 這個系列好像有出三個不同的顏色 那我覺得好用的是這個金殼 它還有銀殼跟黑殼 對但我自己喜歡的是金殼 其實我也沒用過另外兩個 但我覺得這個對來說就很好用了 我也就沒有去嘗試另外兩個 然後這個呢它是 呃怎麼講呢 我覺得韓國人真的很會做粉底 首先它遮瑕地 遮瑕力很夠 它可以遮掉你的黑眼圈啊 翻啊什麼 不要太深的痘疤也都可以遮掉 那它厲害的呢就是它遮瑕力雖然夠 但是它可以讓你的妝看起來很輕薄 所以我就不會有那種厚粉感 它會有點那種一點奶油肌那種感覺 它其實是比較偏霧面 但是帶有一點霧光那種 上妝一陣子就會變得比較偏那種奶油肌 但我是覺得它還蠻好難形容喔 就是有點奶油肌 但是又跟你的皮膚融合得很好 所以會很透亮那種感覺 剛用的時候因為它粉體很多嘛 你就是沾一下輕輕一下就可以上滿整個臉了 然後後來現在因為我快用完 就要去裡面找粉底的時候就要沾比較多下來 所以剛開始我第一次用 沒有那麼那麼經驗 可能是因為我第一次不小心粉上太多 就會覺得有一點面具感 但後來發現你只要上一點粉 然後把它拍看它其實遮瑕力又夠 然後又可以很輕薄 然後又可以有那種很漂亮的含妞妝感 再來呢是它這個粉撲超軟 是我用過最最最最Q彈的氣墊粉撲 因為有些氣墊粉撲它可能一拍上去 你就覺得你的手跟你的臉好像就貼在一起 就是你知道直接像鞋子踩到地板那種感覺 但這個還是會有這種 咚咚咚咚咚咚的感覺 它應該算是比較偏專櫃 價位就是它應該不算開價品牌吧 反正我覺得它價錢算是比較親民的 像我舅媽還有表妹都已經被我推坑 他們也覺得超好用 我忘記講一點就是它雖然遮瑕力滿高 但我覺得它不會乾 也不會油到讓你覺得 就整個肌膚就會妝妝什麼的 就是一個很剛好的粉底 好用 再來最後一個化妝品 是我之前有合作過的睫毛膏 雖然合作過推薦過 但是因為我真的覺得它很好用 超過意料之外的好用 所以我決定要是把它放進我的黏度組在裡面推薦 因為一般睫毛膏它要嘛就是濃密 要嘛就是纖長 就兩個方向你選一個 但這支它就是又可以纖長又可以濃密 最重要的是它不會暈 因為其實我用Kiss Me它會稍微有點小暈 那這支對來說它的抗暈能力更好 然後我記得那支影片下面 Tiffany也有留言說 她每次去美國都會幫她姐姐帶這支 所以好像不是每一個國家都可以買到這一支睫毛膏喔 大家要很珍惜 因為我其實在大陸這邊也買不到 對所以我打算回台灣的時候要去補貨 好啦進到最後一個我要介紹一個 我超級喜歡的香水 就這個 它是Mark Jacobs的Decondense嗎 不會念欸 Decondense 就這個 長得像一個包樣子的香水 我買的是最大莫數的100莫 然後它這個就是一個蓋子 這個香水我來講講它的故事好了 我呢首先第一次用到是 我去美國Suffera的時候 他送我一瓶那個試用的那種小瓶的 那我就覺得味道超好聞 然後我那一瓶就非常省著用 然後就決定我一定要自己要買一瓶 剛好我就在德國的那個Douglas看到 在打折 所以這一大瓶呢我那時候才買大概五六十歐吧 超划算 我覺得它味道很難形容 我覺得是比較偏 嗯 Lady一點的 所以不是那種很小清新啊什麼的 就不是草本那種 它是比較 我覺得不是花香也不是果香 就是比較 我覺得有點粉霧粉霧感那種 不知道怎麼形容香味 稍微成熟一點 但是又不是老氣的那種 不會覺得是婆婆媽媽噴的 就是 是少女的香水 但是少女的香水中 比較Lady一點 然後有一點那種粉霧感 你們可以理解嗎 我希望 我的敘述能讓你們有一點點幻想 然後你們可以去櫃上我們看 因為我超喜歡這個味道 然後就我有好幾個朋友聞到 都說欸你今天噴什麼香水 就很好嗎 而且它很持久喔 我早上噴到晚上都還是可以聞到 好 好 那以上呢就是這次想推薦給你們 我今年度挑出來的愛用品 那每一樣呢真的都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我會把所有的資訊都放在下面 你們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那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12月應該還有個十幾二十天吧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 過完今年剩下的時間 然後一起迎接2019年 那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這支影片 那喜歡的話呢記得要幫我點個like 還沒訂閱我頻道的按下訂閱 然後要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